第幾欄的資料 也就是我產生一個那個清單之後 就傳給他 然後把它儲存起來 那將來的話 把這個R是用R取代掉 有沒有那個用S取代掉 用R取代掉 這個用S取代掉 會有這幾個地方 那將來就比較好 比較簡單的 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只要怎樣呢 我將來呢 只要去變更R的值的話 我就可以很輕易的產生 我想要產生的東西了 應該了解我的意思吧 也就是變一個地方 其他就可以跟著變了 你就不需要說 為了不一樣的篩選結果 你就要寫不一樣的程式 那其實很多地方是重複的 但是你要知道說 哪些需要變更 特別注意 就是有幾個地方 R的地方 然後這個是S 把它抽離出來 稍微看一下 OK 好了之後的話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地方 再稍微做一個修改 那這個地方抽離出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再來做什麼 做一個Menu 下拉選單 這個下拉選單的話 可以根據什麼 產業別 也就是將來他如果選業務的話 那我可以傳個3給他 如果他用產業別 我就傳個4給他 如果產品就傳5 然後客戶名稱是12藍 傳個12給他 那不就很快的就是自動怎麼樣 自動產生我們要的結果 所以 特別注意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地方稍微改一下 改成這個地方 那我們剛剛的程式 基本上就是這樣 把這個地方 我在 這個 看一下 在 篩選的上面 一如重複的這個地方 把它作為修改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 先修改看看